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数人认为 战败的可能性更大 首先美专家分析认为 目前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购买武器或者是开战 美国的经济已经不允许再进行一个大规模战役 和周边一些小国家还算凑合 但是要和中国这样的大国角逐 美国最后可能会输得很惨 美国媒体趁近年来中国通过自身的努力 结识了不少国家和他们成为好朋友 一旦开战 他们从四面八方支援过来 那么美国被拖垮注定无疑 近日 官方媒体报道趁中国的高超烟素飞行器星空二侧是获得圆满成功 随着这一武器的正式亮相 不少外界发出质疑 趁一旦双方交手 中国能否打赢 对于这一问题 美军司令海腾这次终于说出了实话 海腾表示 随着中国高超烟素武器的服役 中国的军事打击能力和威慑力将不再局限于之前的层次 美国的反导系统已经无法对这样的武器进行拦截 一旦美国贸然动手 带来的互相是毁灭式还击 美军司令海腾甚至支烟播会地表示 这种武器是美国无法打赢的 这是首次美国公开承认中国武器的强大 看来这一武器就像悬在美国心脏旁边的一柄利剑 给美帝这次打击不小 美专家表示 即便美国的核武器足够强大 但是遭到一枚核弹的打击和遭到十枚核弹的打击没什么区别 因为无非心里会觉得更踏实一点 除此别无他样 随着中国东风17高超音速和导弹的服役 美国更是开始正式起这个老对手来 他们知道 如今的中国 再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了 匕首导弹是目前俄罗斯飞行速度最快的导弹 拥有10马赫的飞行速度 这一速度足以挑战美国任意型号的反导系统 可是让美跟头疼是来了 不是匕首导弹了 而是中国的东风17导弹 拥有15马赫飞行速度的超音速导弹 让美彻底崩溃了 好不容易针对俄罗斯匕首导弹升级的反导系统 现在到了中国东风17面前 又成了一张白纸 但是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 其实美国也没有说的那么惨 美国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的 武器也很先进 和中国只能说个有千秋 但是如果想要打赢中国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最理想的顶多算个平手 俄专家指出 美国之所以公开认识 无非是在猫哭号子假慈悲 是想从北约那里骗取更多的军费 因为美国是北约的核心支柱 如果美国不行 北约必然会遭受重大打击 不管到底处于何种目的 我们要做到胜不交败不美 它是强大自己才是最应该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目前使用的顶多次